欢迎授课 各位华镇同修阿弥陀佛 我们继续来讲 风水学老命 心法 我在研究风水床位的荒卫学的时候 我用我最大的小孩子 来试验 床大大的 那天晚上就给他睡 他睡了 到早上起来的时候 我看他什么荒卫 然后用螺盘去量 他睡了什么荒卫 奇怪 好多天 一个多礼拜 早上起来 他都睡这个荒卫 我楼盘就把它量 和他本命的面卦也都相符 而且 而且 互合的 这个我们房子卧室 他这个纳气的口 一个多礼拜 一个荒卫 再过一个多礼拜 他又一个荒卫 这很奇怪 我就教我们的师兄师姐 一些我的老朋友 你帮我试验你个小孩子 早上睡起来的荒卫 研究看看 后来我研究的结果 这是纳气的问题 比喻 这个床位 他一个床 给他打痛苦 好 痛苦这样 痛苦的 他睡睡睡睡 他会这样 稍微留这样来 好 他绝对不会睡了这样来 他不会这么睡 睡过来 给他趴 好 不然呢 他就会趴这么来 好 不然他就会 转到这么来 他也不会说 转到这么过去 也不会 也不会这样 很自然的 会这样 这个呢 都成了45度 45度 到30 到45之间的角度 若是 你们从这边进来 他就会 换到这边来 很自然的 不是什么 这是什么 本命不本命 就完全在于 和纳气 气口 后来 我把这个 以前 旧张 旧字 旧的张法 旧的风水法 东西事命 我就把它放弃了 就不以东西事命 来作为 我们睡床位的方向 所以 风水水的法 我们了解到 如何融入自然 如何融入 这个环境 那叫做天人合一 叫天人合一 那 相对的 座位 座位 也一样 你坐的方位 有的人呢 我要 做到什么方向 做到什么方向 我要这么做 有的这么做的 结果是 倒地火星 倒地火星 那么就 开始好了一下 开始 最后来是 不好的火 这就是 座位的方式 那我们再来 讲解 卧室 卧室里面的 地板 绝对不要 太暗 地板黑的话 这个天楼地王 天楼地梦 卧室 天花板 我们天花板 在有一位 我们的老朋友 他女儿 他修 他的师父是密教的师父 他的床 床位 卧室很大 他的床位 在这里 是不错 但是呢 他天花板 定起来的时候 就是 要凹下来 凹进去 我说 阿丁啊 你的床 这样不行 你那个 睡在 盖叉堂 盖叉堂 棺材板 你天花板 凹进去 常常 床还大一点 扣住 你睡在 棺材板 没有啦 这不是啦 我们的密宗 仁波切 婆婆 他来设计了 这样 这个是 有什么什么 理由一大堆 我是一点理由都没有 只有棺材 还有什么理由 我过了没有多久去了 尤其到他家 我怎么好不好睡 老师 我都睡低伤 因为 他睡这里 就看到 就想要棺材 真的盖下来 也说不出来 晚上 再睡一睡 我相信 人不睡活活 讲的啦 这个就没有事没有错 晚上睡了都爬不起来 早上起来也是爬不起来 后来 他就都跑到这边来睡 睡地板 我告诉你 就不相信 我有经验 看太多了 风水是风水 活活是活活 我们大家都活活 会吃的活就活活 是不是 你们大家都活 大家都活 站在来会吃 我们上面的阿弥陀佛 他很客气 他不拿东西来吃 我们会拿东西来吃 我们是活的活 我的风水就风水啦 睡在那里的时候 五个星星就被拖去拔轎 赌了好几千万 过年了 爸爸还要跟他去赏这些债 哎呦 我戴着啦 他爸爸气得笑死 他说我会怕得罪伦波切的疏忽啦 我说简单 你亏了好几千万被拖去堵了 请伦波切帮你还 不然他有办法帮你调回来 哪有可能 阿达 一段时间了 他就真的阿达了 他就去请了 那个佛 什么先礼佛 什么佛 你在大雄宝殿 右边 观世音菩萨右边 有一针很浪漫的 你的 你知道仙女 那个行李 睡的那一针 就是他的 那一针都二十几万耶 我这傻傻啊 你让他摔下去 就睡在叩叉帮里面 所以很多人啊 在室内卧室的装潢啊 这个真的亂来 建筑师也 那综合设计师也乱来 不过 看个子业力啦 你相信的话 正法你拿不到啦 鞋的法你的口口罩啦 那一定的道理 但是我们尽量给大家平安的最好啦 卧室 我们 早期的 早期的呢 墙壁 多贴的 壁纸 在枫园 在枫园以前的县正湖旁边 有一家 叫大饭店 大饭店的老板娘 老板娘呢 床 地板都是圆的 那些 那些 以前是流行 罗马 罗马 磁川啊 我们早期啊 咱叫的师兄啊 在枫园人 你就知道 以前 古冠富兵 有一个王主饭店 那老板 张先生 他们的呢 他儿子因为肾脏有问题 去找我 我去到他家看 他整个的墙壁都是圆的 床也圆的 天阿板 贴的 壁纸也圆的 地板也是 罗马出山的 全家都圆 我这边 光的心情脆不露出来 找不到路出来 你这个头昏转向了呢 头一晕的话 他人啊 世气平衡 肾虚 开始要洗肾 后来他儿子呢 读东海大学 也就开始洗肾 儿子的卧室 全部也是圆的 然后装潢设计师把他 当时心潮就是圆的 圆形 床也圆 什么都圆 整个都圆 你看多可怜啊 多可怜 这也是风水 我们眼睛所看到 我们的眼睛都XYZ 你所看到的 十字形的平衡 十字的直的 是最上盛的妙华 就像我们在露营 一样 露营呢 我这横的路 然后直的路 看了以后呢 你就不会分头转向 我第一次买了露营机 和师母到西头去露营 很高兴 我再说 回来放 师母他就不看了 我说你会投影吗 我就不看嘛 因为我看了头很转向 问我呢 我的头很转向 这样摄 这样摄 所以摄影的华轴 我定的 周围有动的 我就静下来 湖水静的 我都要动 他静我动 他动我静 摄影的法则嘛 我看我们这位同修俩 他很认真的路 很真正的路 我看他拿着 跑很快 我说你技术已经够厉害 看了不会投影转向嘛 看你拿着很快 很快 很快 如果是我这样路 我照起来 我只投影转向 所以我眼睛X Y X Y 你知道我们看了那一点就是Z 三次元六度空间嘛 风水的法则就是这样嘛 所以我们卧室里面 能够横的直到 我们会定心 如果是呢 我们里面呢 设计一些斜斜的 哎呀 现在什么时代 设计一些斜斜的 以后女人早就这样 一定是这样啦 你自然养成习惯嘛 你不知不觉就这样嘛 还有卧室 还有卧室 在卧室呢 你如果挂了一些叮叮咚咚咚的 很多的东西 五花十色了 你的心一定会很乱 若是年轻的 你把它挂起来 保证它会桃花 不用桃花你放心好了 一定桃花 在好多年前了啦 我去一位信徒家 孩子的卧室呢 挂了很多的 亮晶晶的碎片啊 怎么啦 这两小口 我说 阿桑啊 你们这个孩子 媳妇 虽然晚上睡同一间 出去一个人走一条路了咧 你知道吗 他说不要啊 等下这又有说有笑 我告诉你 有说有笑你才要注意 够住 心怀 什么叫鬼胎 一定有问题 有一天啊 他就坐在这个客厅 听了媳妇在骂先生 他的儿子 他的儿子在骂他 你为什么可以交女朋友 他说你为什么又可以交男朋友 他说你为什么又可以交男朋友 再来啊 等下门开门开 看不看不看 有准 有准有准 他儿子媳妇 什么姓是有准 前几天老师来说 你们这个 一个人跑一条路 他 两个小人口默默 默不清楚 爸爸你讲什么 慢慢讲给他讲 等下听 哦 难怪哦 我们出去都渡得高高低啊 儿子出去渡得高高低 媳妇出去渡得高高低 好不好 在卧室挂了一些奇奇怪怪的长长短短的 长短线条那些装饰品 主委 会嘟到高高低 快点呆呆呆 好了 现在孩子们 两三个孩子很高 嘿 这个也是风水耶 很奇怪说不出来 但是我一种直觉 他卧室就有问题 就是那个高高低 天老与帝王 在以前我们也一位也是专门泡茶的太太小姐 她家呢 住在台中 在东山路那边大庚 她和她先生 有一天到我台中以前在经修院 小孩子很不乖很不乖 不知道怎么搞的 搞不清楚啊 她想尽办法用各种的老师 什么心理学博士 心理学教育家美国回来的 去辅导她的儿子 但是没有用 好啦 我就在台中 那时候在台中嘛 我就扶过挂 欸 你的儿子喔 卧室 就诸蟹 正西南方 然后在洞 在晃的是什么东西啊 蛤 就是让我什么 绳子床啊 绳子让我 什么床 吊床啊 这外面的交友吊床 在那东东海 她儿子下面不睡 都睡上面 一阵 心灵 不安稳嘛 精神没有休息啊 灵魂没有休息在那边 表面很好睡 她做爸爸的 我看到很 很欣赏她欸 你不对了 那一个造成小孩子没有自我 整个灵魂被网 把她网住了 莫名其妙 齁 哈 这个问题 我说我去看一下 东山路很近嘛 我去现场去欣赏一下好了 那去看了 哎 这样吊床 外面 也两三个都是吊床 因为郊外的盖的房子嘛 很多半地窟 有的她老爸在睡啦 白天在那边欣赏啦 怎么样 弄成全家的胡萨萨 我切切掉啦 老师 节省我请外国人来结咯 你会话嘛你 儿子要请外国人来结 好 我再 剪掉 好了 最后一次卧室 所以卧室让她归以平静的 就好了 不要想一些 哇 各种的创意啊 各种的创造与创意 那都不好 所以卧室给她慌慌整整的 平平稳稳的 就是最好的卧室 还有卧室 天花板 天花板就是八卦型的天花板 很不好耶 天花板 卧室 定八卦型的 我们人在睡觉的时候 如果 若是 你上面有一只 鱼 叫怎么讲 八角的那一个啊 八角猪猪是吧 所以八角猪猪的 在上面的时候 你睡在上面 你睡这里 她在上面耶 你那一天晚上睡了 你动很动不了 一直做梦的动很动不了 因为她肚子里面有八卦 八卦又八只脚在上面 把你一压到胸口压住了 八卦 不得了耶 那么 好了 你卧室里设计八卦型的八卦 哎呀 没运都来啦 拍文啦 我们田立伟师兄啊 她的太太的亲戚 是表妹和表姐嘛 她家的卧室就八卦型 弄着全家的大紧张兮兮 弄着她表姐的 她说 家里几乎要粉碎 我说要拆掉 现在没有钱可以拆了 装潢花了很多钱 但是你要拆 你要拆啦 我是拆啦 拆啦 拆了就会有人替你出钱 哎 好了 看日子就拆了 拆了 那天拆了 第二天早上很多东西堆在门口嘛 隔壁了 两三家了 那你做什么 要拆了 要修装房修改一下 哎 某某罗太太 姓罗嘛 罗太太 你看 周围有人要卖房子吗 有 國壁这一天昨天告诉我 叫我看 昨天呢 马上一排机油买好了 他的介绍会二十几万 结果他花了十八万 还赚四万多 改了 好 所以卧室 绝对不要有那一种 哎呀 那一个 八卦啦 八卦型 那被压了 运都逃不出来 运没出来 这个很灵很灵的 所以卧室里面的装置 装饰 设计 装房 我们要力求 简简单单就好 好 不要设计了 各种五花八门 那我们 好 卧室 好 这些厕所不能冲门 冲门 冲床等等呢 我们另外一篇呢 再来跟各位讲解 好 卧室啊 总而言之 好 是一个人安心定心之手 好 如果是啦 好 你没有弄好的话 心也不安 身也不安 身也不安 身不安 心就不安 心一不安 智慧就不升 智慧一不升 百事不顺 这是一定的法轴 所以我们法门 就是安心法门 也是救贫法门 好 一个人身体不平安 他的心就不安 心一不安 事业就不安 全家都不安 那这等于就是贫了嘛 心灵上的贫穷 就没有智慧 比身上没有钱的贫穷呢 那更是严重 阿弥陀佛 好